接下时间我们要请华仙来告诉我们 因为其实台风中心出海 已经过了将近六个小时 那风雨还会持续吗 还会持续多久呢 其实在接下来哪些地区要特别的留意 华仙来告诉我们 好 确实现在这个时间点就算已经入夜了 可是整个康瑞台风 它的强降雨依旧在持续当中 尤其现在随着整个康瑞台风 它在出海之后开始慢慢的往北转 你就可以发现现在南部地区 其实雨开始逐渐的增加 尤其现在在过去刚刚一个小时里面 除了包含了迎风面地区的宜兰 还有包含花梨一带 持续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以外 其实包含了屏东的山区 现在也是处于大雷雨的即时讯息 尤其在刚刚过去一个小时 整个长雨带聚集来之后 现在包含了高雄的山区 茂林还有六柜一带 以及包含了屏东的马家乡一带 现在的主要降雨 都是持续在这边进行当中 因此现在南部地区的雨 才准备要开始 我们再透过了影响时程 要带您进一步来掌握 到底这个雨什么时候 才会停下来呢 从入夜之后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你就可以发现整个迎风面地区 现在包含了宜兰跟花莲 依旧是处于超大豪雨警戒 这个雨还会持续在这边 但是有一个地方 就从现在这个时间点 到清晨的时候 整个雨会开始慢慢增加 就是在中部跟南部的山区 所以包含了嘉义的山区 还有包含了高雄 屏东的山区 现在的雨会持续在累积 因此这个时间点 你就可以发现 南部地区的雨 现在才准备要开始而已 目前看起来 必须要到了周五的白天 随着台风逐渐远离之后 整个暴风半径 逐渐减弱的时候 风雨才会慢慢地减缓下来 现在看起来 不只是雨的影响 还有风的部分 这个晚上大家感受上 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 尤其包含了气象鼠也说了 确实在双北市的内陆 会看到这么强的强阵风 真的是比较少尽一点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其实包含了永和 还有包含了三城 以及台北市的市区 在公园路 其实在气象鼠的这个侧站 都侧到了11级到12级的强阵风 尤其包含了入夜之后 预估还有可能出现了 10到14级的强阵风 有一部分是因为 出现了这个脚雨效应 所以脚雨效应 在整个沿海空旷地区 这一些地形比较突出的地方 就容易出现了瞬间的强阵风 风什么时候才会减缓下来 目前看起来必须要到 星期五的清晨 才会慢慢的减缓 可是你也可以发现 就算是到了清晨这段时间 桃园以南一带 甚至到了中部地区 还是有可能出现 9到12级的强阵风 所以我们最后 透过了雷达整合图 要帮大家整理一些重点 现在整个台风 持续减弱当中 尤其目前它的近中心 最大风速 其实已经开始慢慢减弱 有机会是会下收到 中台的下限 但是就算它持续减弱的同时 这个晚上 还是有一些地方 必须要警戒 尤其包含了北北基 宜兰跟北花莲 入夜这段时间 依旧有强风跟蚝雨 至于在桃园以南 这个部分会出现了强风 一直到周五的清晨 甚至大雨的部分 晚上还会持续地增加 因此提醒大家 南部地区 因为现在有一些地方 已经升级为大蚝雨 一定要特别小心 时间再交还给少涵 好 谢谢华仙 对于气象的最新解析 刚华仙就有提到大家了 就是包含到入夜的时候 还是不要小心这个风力 因为这个风力就会可能造成 一些露树倒塌的灾情传出 包含您看到了像是台北市的内湖区 这个树倒下之后 是直接压垮了电线杆 而当下路过的骑士就被砸中了 人救出来的时候 是倒在电线杆下 已经伤重不值 台风夜骑士出门 买完骚夜 骑车回家途中 行进内湖区 下一秒路数倒塌 直接砸中他 这一砸连命都没了 透过另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路数倒下之后 还压垮电线杆 当下窜出火花 骑士就被压在下面 当下严重受困 消防道场紧急透过破坏工具 将树给锯开 并且把电线杆成高 骑士这才脱困 送医后人伤重不治 48岁的骑士 本身是保险业务 警方紧急通知家属 而这一晚 内湖地区风强雨大 台美街还有路数倒塌 杂毁停放路边的轿车 更横跨 单向车道阻碍交通 逐境 路数倒塌 还压垮电线杆 杂重骑士 造成死亡事故 相关单位是否有责任 人待后续理清 东森新闻社会中心 在台北报道 而台风带来的强风 也让桃园一栋大楼的遮光罩 整个是被吹落 直接是砸到了路边的轿车 挡风玻璃是瞬间碎裂 而现在画面已经曝光了 相当惊悚 一台轿车好好停在路边 雨刷左右摆动 没想到下一秒 突然碰得一声 一大片遮光罩 从天而降 直接砸中车子的挡风玻璃 瞬间碎裂成蜘蛛网状 事发就在桃园平正区 正平街上的一栋大楼 因为康瑞台风来袭 遮光罩抵挡不住墙风 整片倒下 过了好几个大洞 青钢架全都扭曲变形 现场一片狼藉 没有人怎么样 没有拿到人 这样而已 民众吓坏 警方也赶紧到场 要拉起封锁线 要绑在旁边的柱子上 还有附近的居民 也一起来帮忙 不过因为现场风实在太大 人要站也站不稳 远景在强风中吃力的拉封锁线 尝试了好几次都失败 还要蹲低身体才能站稳 所幸这次没有人受伤 只有爱车受损 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东三七月桃园报道 而强风也造成了校园灾情传出 除了看到台北市大安区 索斯立国小的围墙 是晚间的时候被强风吹垮 而新北三重的一间小学 侧门的铁门也被强风吹到直接倒下 监视器画面中可以看到原本夜晚宁静的校园 下一秒侧门的铁门却硬声倒下 事情就发生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正义国民小学 10月31号晚间7点42分左右 枪台康瑞四月 和新北市带来强风暴雨 就连平常经过的铁门 都抵挡不住台风的威力 并崩塌 都整个都抵挡 刚刚风到的夹头 刚刚风到的夹头 跟之前的风台比 今天这次的台风 不过来 更热不过来 铁门倒在门口好一段时间却没人理会 原来是风雨实在太大 根本没人发现 发现后他们立刻拿交通锥 拉起封锁线 他们表示铁门才坐好十天 没想到会就这样倒了下来 路上树枝树叶 倒得倒断的断掉在道路上 镜头转过去还可以看到 一面墙与建筑脱离 躺在旁边的树杆上 建筑里面被看得一清二楚 这间国小外砖头散满地 这个下人的画面 就位在台北市大安区的 历人国小 大门口的围墙 在入夜之后 是不敌墙风 直接整面被吹垮 可以看到这个围墙 其实是一个一整面的砖墙 但连它都不敌墙风 被吹到破了一个大洞 可以直接看进学校的操场 就知道当时的风有多强劲 14级强风狂吹 双北都传出灾情 台北市大安区私利利人 国小围墙 31号晚间也因为无法承受 强风猛烈的吹袭 当场被吹垮 之前有看过那么严重的状况 没有 没有倒过这么多树叶跟树枝 那因为风很大 生力很大 这个什么时候倒不知道 因为太多东西掉下来了 风吹过后场面相当惨烈 当地居民表示索性当时 并没有人经过 不然可能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冬天新闻综合报道 收到台风影响 还有天王刘德华的演唱会 原本预定是要在 31号的晚上在小巨蛋举行 但是前一天晚上宣布如期举行 所以很多中南部的歌迷 就开心准备北上看偶像 没有想到在开唱前的 四个半小时 台北捷运却因为安全考量 宣布停判 这让一票华嫂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有人就直接崩溃大哭了 还有人是怒骂台北市府 后来是主办单位宣布 整个延期到周六会正常举行 听到这个消息 华嫂们才有了笑容 好不容易才想到票 我们自己会贫护自己的安全 一位又一位的华嫂在小巨蛋痛哭失声 康瑞台风搅局 刘德华首场演唱会 前一晚说如期开唱演出前四个半小时 北捷却说要停办 我们都专门包金城真过来 就是为了要等刘德华 然后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 对啊我们如果你这样子 你是不是就不要让我们出门 你昨天就先讲 我们就不会出来 我们大家冒着危险 就是为了要出来听他的演唱会 我们已经等刘德华11年了 请大家拜托 每个人打一下电话 打1999官报台北市政府 许多粉丝从中南部上来 直呼台风来看演唱会 早就想清楚 以安全为考量停办 实在无法接受 把矛头指向北捷和台北市府 拒绝取笑拒绝拒绝 我不会退票 绝对不会退票 这张票我要让台北市政府记清楚 这场民众还签连署书抗议 刘德华周四的演出改到周六不办 歌迷池原票券和身份证就能进场 如果因为延期不能到场 也能全额退费 我会从头到尾 他开始唱的时候就没错了 我觉得夜舞可以去到尾 在来的途中才知道说又停饭了 我就觉得说 就整个心情起伏 就像做云霄悲车一样 忐忑失望到开心 小巨蛋和刘德华下榻饭店外的粉丝 心情简直像喜三温暖 现在终于尘埃落定 等康瑞走了就能看偶像 We are the one One IP 东森新闻 陈一中 王岐花 SNG小组在台北报道 康瑞台风在入夜之后 北上移动的同时 也带来强劲的风势 那么虽然整个中心早就已经出海 但是暴风圈还是有笼罩的情况吗 风雨最大地方目前在哪呢 最新的台风动态交给华仙 好 提醒大家现在这个时间点 今天晚上依旧是台风夜 所以我们刚看到的很多新闻画面 这个风非常非常的强劲 这代表说其实整个康瑞台风 它的近中心风速依旧是非常的强 所以它的暴风半径还是笼罩着台湾 因此现在就算它逐渐的减弱同时 全台依旧是入景范围 尤其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今天晚上的整个风感觉还是非常的强劲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整个风吹过来的时候 其实在整个沿海空旷地区会出现一些脚雨效应 也是因为脚雨效应 所以在沿海一带比较靠近这个山区的地方 还是容易出现一些强阵风来到10到14级 尤其今天晚上光是双北市地区 你会发现包含了内陆怎么会连风都这么的大 相对是比较罕见 所以今天晚上包含像是在双北市地区 三重 永和 或者是台北市的公园路 在气象署的这个侧站 这个风速最大风速都来到了 最大阵风来到了11级的强阵风 还有包含了基隆 淡水 新北市 强阵风也都突破了10级以上 预计这个风到了明天的清晨 才会慢慢的减缓下来 这雨的部分哪些地方最多呢 雷达回播图要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这个时间点持续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 所以花点的寿林乡 还有包含了宜兰的南澳 以及包含了屏东的山区 现在持续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 还要再下一个多小时 这些雨持续在累积当中 尤其到目前为止 其实在花点的寿林 雨量已经来到了78毫米 日累积雨量也突破了1100毫米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风跟雨北部地区还会持续在下 所以我们透过了未来的降雨区 是要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这个雨到底未来会怎么变化呢 很明显宜兰跟花点交界处 这整个靠近山区的地方 还是会下到接近这个发紫 甚至接近发白的部分 而至于南部的山区 现在的雨才准备要开始 尤其屏东的山区 这个时间点已经这么晚了 再次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 预计这个雨要下到清晨的 0点1点15分左右 到了周五的白天 整个雨势才会慢慢的减缓下来 所以最后我们透过了豪雨特标 带您进一步来掌握 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依旧是属于台风夜 所以现在持续发布超大豪雨警戒 包含了宜兰的山区 花莲台东还有包含了新竹 台中南投的山区 而至于整个北北基一带 宜兰还有包含了屏东的山区 现在是属于大豪雨警戒 其他整个新竹到台南地区 现在都是属于大雨特报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 现在北部地区包含了宜兰 这些地方都持续属于 强风豪雨等级 而至于桃园以南一带 现在开始风雨才逐渐要增强 以上是这节最新